各位早晨,早会开始了 看到外围方面的话,继续留意业绩期 你看到香港近期来说,很多企业公布业绩 也要留意今个四五,美国来说 也是比较多的经济数字和通胀数据 所以观望的气氛都比较浓厚 但是看到昨天导致就是跌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资源价格就有个下跌 所以看到资源股也是有个领跌的一个情况 那道指来看的话,昨天的跌势就比较明确 昨天跌了266点,35490点 至于S&P方面就跌了23点 就在4551点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看到纳指上升的情况 其实你当是持平,因为上升是不足一点的 收回到之前的位置,就是15000多 外围方面的话 今天预计都有机会低开 但是低开就不算很多了 大概是100点左右 所以你预今的情况就不算这么差 继续说企业业绩了 好,那我们就今天的计划就在这里 也会说回指数走势 北水和一些过股企业的业绩 也会说储电的,就是储能的一个行业的前景 以及概念,有什么公司就会是当中的概念股 那行指走势方面的话 那我们见得到的情况 其实上次也有说到的了 那形态上其实是有改善的 但是上次也有跟大家说 如果有货的,那慢慢其实是要开始沽 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也有说 那其中的原因就是 其实你上升到某个水平 上次就应该说到26,300 26,400这些位置的阻力比较大 那我们的原因 我们这里就用了保利加通道 周线和下幅图就用月线和大家说 去到这些位置,真的阻力偏大 那你见得到 26,300其实就是保利加通道的周线中族 下幅图其实就是月线的 那其实就在26,000左右这些的心理关口 那所以其实为什么之前去到这些水平 其实开始有些沽压呢? 那其实都差不多了 那还有累计升幅都一段时间 那所以其实都会 即投资者都会去一些利胆因素 那就会有个沽压在那里 那但是你说如果真的向下跌的 空间大不大呢? 那我们这幅图其实都显示 那我这里就用日线 那就是一年的日线图 那又是用回保利加通道的 那向下的空间呢? 就大概在25,200左右这些位置 那所以如果你说今次向下跌的 会不会真的很低呢? 那其实未必的 那昨天收到25,600 那如果你说如果大概保利加通道 日线中族 就是20天线 起到25,100 25,200的话呢? 那去到这些位置 可能就开始可以慢慢 就是作为吸纳的 那所以如果真的上个星期四 有听 已开始真是获利 那去回 真是再低多 你当三四百点左右 那其实也都可以开始 作回一个吸纳的部署 好,那北水方面的话呢? 那昨天来说就是有个流走的情况 那这里是一幅桌子 那就是说回给大家听 就是我比较喜欢用科技股份 那加多一只快手的 那过去那七个假日的那个北水情况 那现在说回整个表现先 那昨天来说北水就流走 那也不奇怪的 那因为始终 那当指数是真的下跌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 北水其实也是有个流走的情况 那就连续两天的了 那昨天流走就大概22亿了 那科技股份的沽压比较明显的 那我们这里也看到了 那昨天来说 借近4.7亿就是流走 美团就借近1.9亿流走的 那至于小米方面 也有1.5亿左右就流走 那快手就有1.3亿钱买入 那虽然就比之前来说小了 那但是都 看过一个 淨流走的情况 它也继续是有北水支持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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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来说 昨天来说 昨天爆升了5.9亿 那最主要的原因 集团其实常常都觉得 就 创围 那其实以前传统就是做电视 加电为主 那但是 看到它在今年头三季 光伏的收入呢 是大升超过二百多倍 那 那所以见得到 那其实如果真是用光伏股去 叫做Value这间公司的话 那可能股值方面是有个上调空间 那所以昨天也有个爆升的情况 那 那昨天北水都支持的 那挨近1.2亿钱就买入了 那至于汽车股份方面 那昨天继续是有不水买入的吉利呢 昨天就有1.2亿钱就买入的 比亚迪 那 那 那今天稍后也是有业绩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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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 电力股份方面的话 之前都有大概是有提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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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电方面 836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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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股败价的,昨天来说沽压比较沉重, 不过看到北水开始有买入,但也比较极端的, 如果看到神华方面10800,昨天沽压比较多, 矮近有4.4亿,至于燕州煤1171, 昨天就矮近1.4亿前就买入, 第三季的销售数字不算很好,所以见到北水近期来说, 都是有沽压,就买近6600万, 至于蓝筹股份方面,中国移动也有钱流走, 就不买近2000多万左右,就不算很多, 但要留意建行,因为建行其实也不止一次被北水流走, 昨天又买近2.5亿,都挺大的, 要看回北水,对于一些科技股份的看法, 腾讯就好像真的有一个几名的沽压, 短期来说,可能股价走势都积弱的, 所以大家可能要留意, 短线来说,可能腾讯有机会试一些, 又未去到之前低位的, 因为发展方面,我觉得就不算很差, 但是昨天可能也有一些利胆因素, 就是说一些未成年的青少年, 如果他们要开一些的网上户口的时候, 就有机会要得到监会人的同意, 拿到他们的认识,才可以开户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少少利胆因素, 但是这个是一个的意见书, 正式提出也未出, 一个公司的公司未出, 所以我相信会有心理影响的, 但是你说真的会不会令到股价跌回到之前的低位, 那我相信未必, 那如果大家真的想着保暑的, 那大概可能460元左右这些位置, 或者470元这些区间, 那就开始慢慢可以留意了, 美团其实就开始有资金的流走, 但是金额对于腾讯来说不算很大, 但是大家都知道, 美团方面其实相对上, 虽然股价走势, 情况是叫做强小一点, 但是我相对上, 如果从基本因素来, 都不算是那么喜欢美团的, 始终就是它单一业务比较大, 还有其实现时来说的话, 它赚钱的空间其实就不算很多的, 那真的它未来的盈利增长空间, 我觉得如果缺乏底下, 那它相对上就没有美团, 或者亚里这些, 是这么有一个的盈利增长, 所以大家其实是要留意的, 小米也是那句, 自从它说了做车之后, 那个北水沽压是比较明显的, 还有股价也是比较积弱, 就算集团之前有个投资者一, 说到就是它对于智能手机, AIoT, 或者就是一个的造车方面的远景是怎样, 但是市场都没有信心, 所以我现在都对于它来说是有戒心的, 那快手近期就挺特别的, 很多资金追捧, 那不排除是因为始终就来双11, 那大家说, 双11可能对于电商是有利的, 那快手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现在始终内地也是很, 就是推行一个网上的直播带货, 那所以其实这些的平台, 那在双11这些期间呢, 可能都令到资金或者市场, 就是会有一个短期的吸引的, 那所以, 快手方面我觉得就是比较短线的部署, 那既然你说双11那段期间, 有机会直播带货那个流量, 或者参与者是多了, 是有利回他们的情况的话, 那这个是比较短线的, 那所以, 它的交易阶段是挺明显的, 大概在85, 那你上网大概是105或者110元左右, 那所以, 不需要心急的, 那么回落回去才是作为考虑了, 那说过股方面的话呢, 那会说几间的企业业绩, 那港交所, 那昨天公布了业绩的了, 在中午, 那业绩其实你说有什么亮点呢? 那虽然是创一个高位, 那但是, 你见到在第三季的IPO的集资金额方面, 虽然是高, 那但是在全购的排名当中, 那其实是开始有一个下跌在那里, 那还有大家预计呢, 其实本身首三季的集资金额创新高呢, 原因是上半年带动了, 那第三季来说, 其实已经有个, 就是叫做减, 就是有个下跌在那里了, 因为我们见到近期都少说了新股, 因为始终新股的热潮, 好像真的慢了, 那看看那个情况, 那么, 而且他也有之后的一些产品, 那例如, 好像在上个星期, 10月中的时候, 10月18号, 那就推出了MACI, MSI, 那中国一些互联互通的指数的期货, 那反应呢, 那其实也要慢慢去推行, 做一些投资者教育, 慢慢会去广泛的, 那到时再看看那个情况是怎样的, 这里已经是股价了, 好, 那其实就见到集团公布了业绩之后, 股价其实是有点受压的, 那原因就是, 其实业绩其实都未必说很有一个惊喜的了, 那虽然说创高位, 那但是要知道其实始终港交所, 我们都很容易去估计到业绩的, 那原因就是每天成交金额, 那我们就知道那个数据, 那还有新股一, 就是叫做有个集资的活动的话, 那我们都知道他们大概集多少钱, 那其实他当中收的服务费呢, 那其实都是预测得到, 那但是大家开始担心, 那就是说, 第四季, 那还有明年的表演呢, 那究竟可不可以维持到一个高位呢? 因为刚才也有说到, 近期的新股集资的活动是慢了的, 那还有这里有说到就是说, 今年首三季的每日成交呢, 那其实去到就是每一天, 那就有1800亿左右, 那但是其实近日那个的, 每日的成交金额呢, 大概你约是1100或者1200亿左右, 那其实都减了几多的, 你对于第三季来说, 那其实都缩了差不多成三成左右, 那所以其实这里都会是, 令到第四季港交所的业绩, 会不会还看到创新高这三个字呢? 那其实都没跌的了, 那所以昨天为什么会开始有一些的, 出人业绩之后呢? 那又见到有大行出来, 那就是将他的目标调低了呢? 那也都有这些原因的, 那那港交所始终你说, 你说刚才说到第四季有人优, 会不会是有个下跌在呢? 那始终他是有叫做, 他自己的独特性, 因为始终港交所, 那香港应该真的是第一间, 那还有对于未来的业绩, 或者叫做未来的产品推出来, 那其实他都有一个时间表的, 那MSCI中国期货的指数出了来之后, 那其实刚才都说了, 通过投资者的教育之后, 有机会对那个吸引程度提高, 那所以都会带动到未来, 不是说短期的, 那可能去到明年的一些的盈利收入, 那还有在一个新股的IPO的系统方面, 那其实都会是有个值少少的代价在那里, 那有机会之后, IPO的时间就是缩短了, 那这里也有说到就是说, 有机会那个公开招股的结算周期, 由T加5就缩到T加2的, 那其实对于一个新股的市场, 有机会真的会带动回来的, 那所以如果归纳有正有负的话, 那它有机会那个股价, 就作为一个trading range, 那向下网的空间, 我觉得差不多到有20多元的, 那所以如果计算之前有几个的环行区的话, 它有机会下市回450元, 那上网来说, 你说会不会挑战之前那位呢? 机会小一点的了, 除非成交金额真的会突然之间有改善, 那短期领偶见不到的, 那所以你大概预计可能它在450至500元的区间, 今年去到年底, 那可能第四季呢, 它都是可能在这个trading range, 好,那接着就李玲啦, 那其实昨天也有个先后旧新的一个配股消息出来了, 但是那时候就有一个trading range, 那今早的公告出来了, 那就是说它的配股, 那个集资金额是多少, 那这里就写了出来, 那李玲今早就公布了, 那以旧后新的方式, 就是配股集资1.2亿股, 那每股作价就87.5亿的, 集资金额多少, 那也是超过100亿的, 那配股价方面就有个discount, 那大概8个percent左右啦, 其实就比昨天市场预计的集资金额是为多的, 因为昨天本身就预计它可能配股, 都是大概8千多万股左右啦, 那估不到最后市场是这么受欢迎啦, 那很多投资者就愿意去买它啦, 所以就去到1.2亿股那么多啦, 那这里就下面有个table啦, 但是我用口头上去说回, 那就是为什么近期来说, 集团的表现都相对上是理想一些呢, 那原因其实集团这里也有说到, 就是这里做了一个table, 就是今年1.2.3季, 那里宁安达, 那安达的FILA, XDEP就是特报啦, 那还有361.2, 那它在今年1.2.3季, 那个零售销售额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那你会看到呢, 安达或者是FILA也好啦, 那或者说的是另外的公司也好啦, 其实有向下跌的, 那但是它们下跌的幅度其实挺明显的, 那但是你能看到里宁的话, 虽然它也是有一个的下跌在那里, 那但是去到第三季那个零售销售的增长呢, 都是超过40%的, 那比起其他来说, 那其实都是有个比较明显的, 就是叫做占优啦, 那所以就它那个股价其实就会比较好一些, 那那始终今天有个配股集资的消息啦, 那它今天那个股额呢, 那都应该会是挺明显的啦, 那所以我们用回20天线啦, 或者是保里加通道的日线中族, 就是作为一个的支持位啦, 那大概90元这些位置, 即是它就不要穿那个的配股价的, 那如果不穿那个配股价的话, 那它形态上其实它都算是挺不错的, 的技术方面,那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啦, 那用个周线都一样的, 又是90元,那那都挺吻合啦, 那因为日线也好啦,周线也好啦, 甚至乎它的配股价呢, 都在这些位置, 那所以如果股价可以在配股之后, 就未来几个假日啦, 都是陪在90元楼上啦, 那我觉得就如果大家有货, 就可以继续保住它啦, 那如果没有货的, 那可以在大概90元这些位置, 那就考虑作为第一住级纳的, 好,那评保消息, 那它公布了季度业绩啦, 那季度业绩我想最焦点就是说, 它对于华夏幸福的撥避情况, 那第三季呢,它就说到, 那最主要就是集团对于华夏幸福相关的 投资作为减值撥避呢, 其实已经是没有啦, 那所以这里其实我相信对于今天来说的话呢, 那个股价是会有一个的利好信息啦, 那目标方面其实都大概是66元左右, 或者未必说这么大的, 那大家可以作为这个就一个的目标啦, 好,那最后想快快说完呢, 那其实今天的概念股之一啦, 那就是想说回给大家听就是说, 在一个炭中和的大前提底下啦, 那究竟有些什么公司可以留意的呢? 那这个就是在日前啦, 几日之前啦, 那国务院就推出了就是说说一些的意见书啦, 那就是对于炭中和在未来的目标啊, 那还有当中有什么产业呢, 大家可以留意的那这些就是基本资料啦, 那例如去到2030年的一些的非化石燃料的比重, 那就是希望去到25%啦, 那就是绿色的环保的发电去到25啦, 去到2060年呢, 那这个占比就希望去到8成呢, 都是一些就是非传统啊, 非火力发电的一些的比重就是增加啦, 那但是他这次也有说到很多, 除了新材料啊, 或者是一些的绿色能源之外, 或者整个的建设之外呢, 他也提了很多储能啊, 就是储电的一个的应用的, 那那我相信就这里讲回什么叫做储能先啦, 那还有他有些什么方法啦, 那其实储能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那就是说将一些的能源就是储起来, 那储起一些的能源就是储能啦, 那还有在需要的时候呢, 那其实他可以应用出来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其实今年始终我们看到有个电方在啦, 那也有很多地方就是限电啦, 那这个煤价上升令到很多, 就是也是有衍生到很多的问题出来啦, 那但是其实如果是之前真的有个, 有个叫做, 有个地, 不要叫做地方啦, 或者是有个储电的情况的话啦, 那可能限电的情况就未必去到这么严重, 那所以为什么今次在一个碳中和的意见书里面, 咦,那就出了这么多储能的一个方针呢, 那也都有一个原因, 那那储能啦, 那你想储存一些的能源, 去到需要的时候就供应出来, 那有些什么方法呢, 那其实有几个的, 那第一个就是蓄水储能啦, 那也都有电池啦, 就是好像例如我们电话那样, 那你的电池也都会储存到一些的能源啦, 那然后也都是有一个叫做压缩空气的一个技术的, 那那这里的一幅图呢, 就是说给大家听什么叫做蓄水储能啦, 那口头上有点点解释就是说, 其实它就是一个山的雷面, 就是一个蓄水储能的一个机器啦, 那其实它是做些什么呢, 那如果当真是有好, 这个其实是水力发电的, 那当水力发电, 那当然是要有水, 那要有个发电机, 那才可以继续到一些电出来啦, 那但是当太多水啦, 那例如当原来雨昂的, 那真的很多水光的时候, 那其实它是会发多了电, 那但是电呢, 就始终是有个上限在的, 那所以其实就浪费了的, 那那段时间呢, 那它就把那些水呢, 就抽回上去一个叫上池啦, 那就是抽回上去一个山上面, 那希望这样就令到其实, 所发的电, 和所供给的电呢, 那就是一致啦, 就不要叫做有一些的工, 就是叫做产能过程的一个情况, 不要发多了电, 而得来就是没有工, 就是也都是没有一个的需求在这里, 那抽了一些水就上去上池, 那然后当到好像来冬天那时候啦, 那或者一些的旱贵啦, 那没有那么多水啦, 那但是人24小时都要, 就是或者工厂24小时都可能要有电的嘛, 那它就在一个的上池啦, 那就是一个山上的水啦, 那抽回下来, 那作为一个储备呢, 那也可以就是在需求要的时候呢, 那它就是有一个供应在这里, 那就令到其实就是第一, 就是希望在一些例如限电, 或者是一个无电的情况底下呢, 那其实它是可以令到到时呢, 就是会有一些的电呢, 就是供应了的, 那还有不要过了一个能力啦, 因为其实有时候, 当雨季的时候真的有很多水呢, 令到其实它想发呢, 根本就那个供应就太多了, 需求都没有那么大, 那就浪费了啦, 那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利用那个的水力发电, 提升那个的利润率的, 那所以就是有这个概念在这里啦, 那其实概念比较好的, 电池的原理就简单一些, 那你一个好像一个电池来储存一些的能源一样啦, 那其实如果你说香港上市, 有什么公司是做这些的蓄水储能, 或者是电池储能呢, 那大家都比较熟悉, 尤其是电池这两间的啦, 那但是蓄水储能就有两间公司啦, 那第一就是东方电器, 1072, 那其实它其中一个业务呢, 其实都是做相关一些的蓄水储能的一个机组的生产商来的, 那它也都曾经有预测过啦, 那因为国策的支持, 未来十年呢, 整个规模可以增加九倍是有多少的, 那还有中华电力啦, 那今天2380, 那其实它也都有说到一些的远景啦, 那其实也不是很远的, 就是说到2023年两年之后啦, 那除了就是说那个清洁能源的组机之后, 那个占比是超过七成啦, 那其实它也都希望在内地呢, 就做一些的绿色交通啦, 那还有一些的组能电站的, 那所以其实也有相关的概念在的, 那还有这个时间也不算很久啦, 那都是两年左右, 那所以这两间公司真的相对上呢, 就是最符合到整体组能啦, 或者组能电站, 或者组水组能这个的概念啦, 那至于电池方面, 那这两间公司就是香港上市的表表者啦, 那例如比亚迪, 那其实它是叫做国内首一间公司, 就是应用整体, 就是一个锂电池, 就是用这个的组能的, 那所以这方面其实它也挺厉害的啦, 那还有就1772啦, 那锋里叶啦, 那其实它除了做锂电池之外啦, 那也都有一些的组能电池做的, 那如果说回一些的股价走势的话啦, 那东方电器, 我相信它在股价方面啦, 表现其实都挺亮丽的, 那如果大家说听完, 觉得它的前景都不差的话啦, 那可以等个股价去回11个半左右啦, 那就是作为第一注吸纳啦, 那如果是第二注的话, 那就选择10元这些位置, 那所以看看是否心急, 不心急的, 那就是10元左右啦, 那如果你说我真的都想有一个exposure在这里, 那大概11个半左右啦, 那就可以慢慢去增持啦。 好,那至于中国电力啦, 是否2380, 那相对上股价呢, 那其实已经补了过之前的列口啦, 那所以如果你说技术位方面, 那和近期集团都做了很多的一些转称啦, 那说回集团未来的前景啦, 那其实市场都叫做挺受落的, 那所以股价方面相对上也都比较强细, 那如果真是有兴趣的, 大概可能在三个半至三个七这些位置呢, 可以作为首注级啦, 那第二株就大概在三元这些位置啦, 那1772啦, 拱风理业, 那集团公布了业职之后呢, 那其实相对呢, 市场都会挺受落的, 那和希望集团第三个其实就叫做符合预期啦, 那因为其实产品呢, 部分产品加不了价, 那所以其实见得到在那个毛利和顺利方面呢, 大家觉得似乎都是in line的而已, 那但是集团开始就近期来说有一些的加价的建议在啦, 那所以有机会第四季呢, 也都是改善回整体的那个盈利的, 那盈利继续有上升, 都有机会继续带入股价, 那如果真是叫做买日方面呢, 那大概在145这些位置可以考虑啦, 比亚迪真的上升了很多的, 那但是你说这个水平, 你问我高中我自己就不算很敢啦, 那如果真是你说我有货的, 那可以建议他继续持住它, 没有货真的很想买的话呢, 我都建议可能去回之前这两个顶, 大概是280至290元呢, 才作为买入啦, 那我就觉得不需要这么心急住的, 还有比亚迪今天是有业绩公布的, 那他之前呢, 其实是上调了今年头三季的预测啦, 你大概预计他, 他应该是首三季, 就是今天正间公布出来的业绩呢, 首三季他预计赚大概34至36亿, 那看一下他去到, 就是洛亚迪或洛亚迪, 那所以就要留意一下, 今天比亚迪公布第三季的业绩, 那他之前就说今年头九个月, 那个的盈利就是34至36亿的, 按年增长是超过一倍流上的, 那所以大家要看看那个的表现是怎样啦。 好,那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啦, 以上提交公司就有700的, 谢谢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电影中将会和你的发自三季, 那我过去专家计算机会等。 就是友谈起来的最后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员, 很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 게임与点栏目。 咱们 viat栏目, 是在这里的油面做出本一幕、 全部为什么要专门, 真的如笔的追求提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